再過來是背部 我們要交的就是背部 背部要怎麼用 我們背部呢 要不要蓋著 蓋著腿部或什麼 因為怕它一下子拿出來會比較冷 我們正在講 我們背部的時候 就是脊椎的兩邊 比如說這個是脊椎 脊椎兩邊 你就去摳按摩它 所有的器官的開關都在脊椎 所有的疾病的開關都在脊椎 所以呢 像媽媽這樣 不方便我們手伸進去 摸到脊椎兩邊 把它按 我告訴你 按到哪裡通到哪裡 就是代表它整個氣血是阻塞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 我幫你按一下 你就知道了 什麼疾病的人 只要按哪裡 它一定會痛 所以呢 前面有問題 你怎麼開刀 怎麼化療 那說實在 那都是治標不治本 你要真正的改善 自從脊椎那邊的氣血把它打開 把我們的寒絲排掉 那我們的抗 我們的主抗 他就緊低了 緊低以後 循環就會好 人才有恢復回來的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那組織 他股臟還是在運作 肌肉一直縮 一直縮 縮到像一顆球 那這樣的話 可能很多年 我有一個親戚啊 他這樣縮這樣 縮到像一團肉球一樣 那個皮包骨啊 縮起來 十幾年 是那個老人家 剩下十來公斤 你看起來真的會很可憐啊 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人要活得有尊嚴 但我們最少 沒辦法留什麼給子子孫孫 那最少要留一個 不生病的方法 不生病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 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 才有未來 那如果是錯誤的方法 一直延續下去 又無知的隱形 那對人類是一大傷害 好 來 我現在幫 幫姜媽媽按摩一下 但我很輕 我只要伸進去 摸到他的脊椎 從他的脊椎兩邊呢 我把它揉一下 媽媽就會哇哇叫 壓到讓他不痛 比較不痛就可以了 那這邊按一按以後呢 他比如說會咳嗽 他肺雨的地方 他就會比較痛 然後你每天你把它這樣按摩 從上到腰椎 你這樣每天把它做保健 那是最有效的 所以對的方法 他可以三五分鐘 不對的方法 你做了五個小時 也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阿嬤 阿嬤 舒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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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沒有必要 好 這樣把它按摩 好 所以像媽媽這個 好 像這邊 這邊是肺跟心臟的地方 所以他會有感冒 會有發炎的問題 這一按他就會很痛 好 所以呢 只要那個痛的地方 慢慢把它揉開 他的痛就可以解決了 包括我每一天看的很多人 尤其那個癌症病人 已經到末期了 24小時的痛 連馬飛都沒辦法止痛 我方法交一交 不到半個小時 完全不通了 這些人最多太神奇了 為什麼這個可以止痛 不是又可以止痛 為什麼醫院 他不學這個快 啊 這個很多醫療 有醫療的方式 但是呢 我們要自救多福 我們要學習 不生病要靠自己 不是靠醫生 不是靠藥品 請問把它弄成這個 呃 測睡嗎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容易做 都可以 只是說 你要給他用怎麼樣的方式 來 對把它翻過去 測睡 來 來 幫你弄一下 哎呀 我來告訴你 脊椎在這裡 我們只要脊椎的兩邊 我們就只要這樣清清楚就好 一次按一邊是嗎 一次按一邊 一邊按完再按一邊 這樣 再按 揉個十下 再換個地方 再揉個十下 再換個地方 再揉個十下 往下 一直往下 但力道一樣 他看他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了 好 所以哪裡有問題 這邊有問題 我看他的懷孕就知道了 所以他先沒有反應 他先沒有反應 他先沒有反應嗎 他會痛 他會往前 你懂意思吧 所以你會感覺到 都可以感覺得到 這邊也很痛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正前面是哪裡 是肺部 而且這邊是左邊 跟心臟也有關係 所以他是心肺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樣去把它按 這邊就很痛 所以媽媽會伸縮 我就知道了 所以你是要讓他會有反應 不是表面上幫他處理 表面上你跟他擦拭是像按摩一樣 但是只是舒緩 感覺舒服 有安撫的動作 但是對他的真正幫助不大 好 你看他這邊很痛 好 但是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邊已經到消化系統了 好 你要這樣 你對他才是真正的幫助 好 好 我們按到這邊 就知道他這邊痛 有兩個地方會痛 所以他兩個器官已經功的 已經比較差 好 那我們再來 我們再按上 另外右邊 幫他按左邊 像我們按右邊 一樣 好 從脊椎的兩邊開始 從下 從上到下 我們這樣按 再按個十下 我們再往下移一點點 所以整條脊椎要分成幾個點來按 哦 反正他就接著 這裡接這裡 這樣接 你懂意思嗎 嗯哼 這樣接完以後 我再放下面一點點 是一個脊椎 一個脊柱 一個脊柱 這樣來換嗎 不一定 就是我們 一塊按完 就是往下一直按 一直按 一直按 他不會說我這裡按你 我按這裡 按這裡 不用 沒有空隙的這樣按下來 對 好 那這樣對老人家 才是真正的 最有幫助的 好 按到哪裡 那哪裡比較有問題 所以我們看了以後 他如果以剛才這樣按的角度 他是屬於在左邊方面比較不好 他發炎是在左邊比較嚴重 肺啊 肺發炎 好 好 但是也比較好了 所以呢 我們只要每一天這樣 甚至呢 懂的話 空拍 空拍 這樣空拍效果是最好的 這是震動 震動到五臟六腑去啦 不是說脊椎不能拍嗎 脊椎的部分不能拍嗎 我要講的 來媽媽好了 這拍幾下就可以了 哎 拍個十幾二十下就可以了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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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話想不 蛤 叫媽媽 你要講話想 林老師媽媽 哈哈 那媽媽這個會咳嗽齁 那個脆椎那邊還有這樣發炎 所以他彈很多 嗯哼 嗯哼 要像這樣的話呢 我們一樣 好 把它放著 嗯 這邊把它拉一下它就不會跑了 嗯哼 這邊就給它放在這裡 那是什麼位置 我們的咽喉 咽喉 咽喉的下面這裡 哦 對 這樣的話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其實那會流口水呢 沒關係 流口水 無所謂 流口水我們這個就把它 好 隔著就可以了 這邊要把它保暖 這邊要把它保暖 這樣就要這邊一把它保暖的時候 嗯 它本身來講咳嗽它就會舒緩 包括感冒 再嚴重的感冒 如果再嚴重我們的肺魚的地方 嗯 還要放一邊放一個高荒肺魚的地方 那這樣的話 你配合的吃藥 如果有人堅持不吃藥 弄上去也是一天兩天就好 他要配合的吃藥也無所謂 做一個輔助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腹中的問題 好 這個是很簡單的 那如果放在高方那個地方 他睡覺怎麼睡啊 有一個東西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掛起來 就像我現在放這邊 你們看我是在流汗的 好 還有我這邊有掛 好 所以本身來講 我是掛下半身 上半身 除非這個人體很寒 全身都寒的人 才需要上半身也要掛 好 要不然咳嗽 要不然肩頸僵硬 當然肩頸僵硬 很多是下半寒引起的 還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像媽媽這樣 給他擺了這樣 他腳已經有這樣溫熱了 那就會相當相當的舒服 對 如果能讓媽媽有點流汗 那更好 怕最怕就不會流汗 因為幾個會流汗 他的身體就越來越快越好 不流汗 然後呢 他的那個所謂的延伸力 不足的時候 我們的收縮組織 他會越來越嚴重 一嚴重的時候 那就會萎縮了 這要做另外一個地方嗎 沒有 這個我還是要給他放腳 腳兩邊 這樣就保持他的溫熱 他這樣保持溫熱 他就比較不能 對 所以這就是上半身也做好了 對 我們要講的 他咳嗽就會放這裡 甚至放高方 然後腳只要溫熱 咳嗽就比較好 好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很多人不了解 只要鼻子過敏 感冒的人 一定睡覺也一定要穿襪子 腳一定要包軟 包括有發燒的時候 甚至身上要更多的熱源 然後一如穿著喝熱開水 不用半個小時 滿身大汗 燒就退了 這是很簡單的 OK 咳嗽 能嘗 Assist